中国网络博弈 中国网络自由观察第一站 各位听众 各位网友 欢迎来到美国自由亚洲电台 收听这一期的网络博弈节目 我是主持人小安 2021年的8月 我们一群逃亡的中国人 代表着亿万和我们一样的集团 向全世界发表如下逃亡选严 8月17号在遭到中国封禁的 美国油管网上出现了这个 中国韭菜逃亡宣言视频 大家知道最近几年 韭菜是用来特指生活在中国社会底层的 那些普通的老百姓 他们的权利可能很难得到保障 却又无可奈何 今天的网络博弈节目 我们会为大家介绍这个 中国韭菜逃亡宣言的内容 和16位中国人现代版 5月8号的逃亡故事 首先来听听这个 中国网络上看不到的 中国韭菜逃亡宣言视频的内容 中国韭菜逃亡宣言 1776年7月 寻求独立的美国人 发表了独立宣言 向全世界大声宣告了一个不言而喻的证明 人人生而平等 1949年的10月 夺几国家政权的毛泽东 也向世人宣告了这样五个宣言 中国人敏散起来 然而今天 2021年的8月 我们一群逃亡的中国人 代表着亿万和我们一样的集团 向全世界发表如下逃亡宣言 在今天的中国 掌握着国家命运和经济特权的 是那些具有红色基因的红二代 红三代 普通的中国人 不但没有人人平等的社会地位 也被剥夺了基本的冷却 我们没有言论自由 出版自由 更没有新闻自由和解释自由 就连孙儿育女的权力 都被共产党剥夺 在今天的中国 真正站起来的 只有那五百个家族和他们的互用 而一万的普通 民众 却沦络为真正的草民 韭菜 除了被一拆拆的收割 为了生存 也只能采取消极的方式 躺平 习近平上台以后 修改宪法 定义一尊 阻碍中国民主进程 走文革的牢路 企图通过闭关锁国 进一步控制 人民自由权力 让共产党政权在中国 可以永久如意人民 在南方的边境 已经拉起了长长的铁丝网 让韭菜们无法住进 出入境 停办护照 机场海关阻拦出国 有条件的人也无法移民 孔子曰 道不行 臣服服一海 国人还是通过各种方式移民 追求属于自己的平等和自由 我们这些觉醒的韭菜们 也选择了逃离这个无道政权控制的国家 我们合伙购买了一艘帆船 效法当年英国受捕害的青少徒们 登上五月华号 投入沐海 奔向自由的新大陆 我们给这艘帆船起 祝埃及号 就像当年的以色列人离开埃及一样 我们也祷告 希望有万能的神 可以保护我们的航程 可以阻挡我们的舟地 可以让我们到达神的应许之地 美利坚和中国 今天我们就要树极风芳 正式起航 目标遥远的纽约市哈德逊河口的自由女神 她正在等着我们的到来 我们听到她那想彻时空的欢迎词 给我你那疲憤 困吞 渴望自由呼吸的云云众生 你那急满海岸的可怜贱民 把他们把那些无家可归 天辟流离者送来 我们在这金色的门边去登欢迎 美国 我们来了 请接纳我们这些用脚投票的中国暴政的逃亡者 自由 我们来了 请倾听我们画出内心深处的真诚的追求和革望 2021年8月 听众朋友 我想您听了这个视频 第一个感觉是 这会是真的吗 这确实是真的 8月18号 这16位中国人 包括4个小孩 在南美洲的巴哈马岛国 试图通过自己购买的船只 出埃及号 从海上前往美国 结果意想不到的是 在出海的当天 他们的船只在海上触礁搁浅 这些人都获救上岸 但其中5人 包括一名 网名为 进步哥的组织者 被巴哈马海警扣押 这些人在巴哈马启动了向联合国难民署申请政治庇护的程序 我电话采访了在油管网上发布中国韭菜逃亡宣言视频的阿龙先生 请他讲述这个国人版五月花号事件的详细情况 阿龙是以前在重庆工作的一个音乐人 是没有被巴哈马警方扣押的11位出逃者之一 阿龙向网络博弈节目证实 由于自己的网络言论 害怕被中国警方监控 是促使他参与这次出逃行动的原因之一 下面请听我对他的专访片段 阿龙你好 你们为什么要制作这样的中国韭菜流亡宣言 发在这个遭到中国封禁的美国油管网上呢 你们这个中国韭菜流亡宣言 在国内的社民和网站上发不出来是吧 阿龙这两天登在海外的中文媒体上的照片 是你们大概十来个人在一条船上 打着标语上面写着 光复香港时代革命 支持香港 追求自由 标语 这些是和中国官方完全不同的立场 那你们为什么要打出这样的标语 拍这样的照片呢 是在那个出航 8月18号早上出航之前拍的 其实我们这些人呢 最早都是在国内的市政权里面 就是现在都是有微信 讨论国家的这个时事政治 以及未来的一些政治斗向 其实大家都很恐慌 知道它一直是向左转的 香港呢 有自由民主 以前呢 我们这些人曾经在群里讨论过 有可能有一些 那我们大陆也会和香港一样 达到真正的民主自由 但是呢 后来就发生了反送中的事件 我们就很同情他们 然后在国内的时候 在群里也发过 然后我们公园也很多人呢 就因为发这些东西 给无疗国就被冲了 或者让人被叫河船了 听众朋友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美国自由亚洲电台 专题节目 网络博弈 小安主持 请继续收听 阿龙 那就你自己来讲 你为什么要离开中国呢 从你的推特上来看 中国缺乏言论 网络言论自由 是你们希望离开中国 到其他地方寻找自由的 一个原因之一是吧 我其实呢 我是这一名音乐人 我最早呢 就是通过 干长的形式呢 就是为了寻找 很多音乐 因为国内的很多的 姚文乐呀 他进去的音乐呢 国内是看不到的 听不到的 那这个呢 我也是通过那些 YouTube那些东西 去清国的东西 是这样的 然后我比较 叛逆的一个人 那你是从什么时候 开始翻墙上网的呢 我翻墙 其实我是十年前嘛 完了有好几个阶段 最早呢 是九一年六四的时候 我当时是在一个 乐器店里面上 就有个同事说 你知道今天什么日子啊 然后我知道才六四 我说什么是六四 然后从那种时候 就开始感情去了 后来我捡到一些 装盘呀 酒瓶 来看到这些东西 然后翻墙呢 我可能十多年前吧 就是通过别人 给我一个翻墙软件 当时叫出油门 那这些就是 对你的思想方面 有了一些很大影响 是吧 对 我一直是一个 要追求真相的一个人 所以说 我就查什么是六四 然后就 后来就看那些视频以后 然后再看了 更多的评论一样 很多人讲这个东西 现在就明白清醒过了 原来我们的国家 这样有一个制度 是一个集权制度 阿龙 那你说你在过去的一年 还有一些在社媒方面 言论被封的经历 是吧 这个是怎么回事呢 主要还是发生的 五废的时候 被封的比较多 五废的时候 我一共 我的微信号被大号 现在我用的是小号 大号的话 一共被封三次 就是在微信上是吧 你所说的五废就是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是吧 对对对 我记得我发的第一条是 我说这个病毒堪比 与生化武器 我说希望大家都不要出来 戴好口罩 那个当时我就被封了 在2019年 12月8号吧 我从坑堂上转了一些东西 杀进去了 就说是这个病毒是什么东西 发到群里发在那行 就被封了 第一次被封三天 第二次我好像是12天 反正第三次我记得很清楚 31天 阿龙 那你有被警方传信 或者是其他方面受惠害的经历吗 2013年你妈妈去世了 因为肺癌是吗 是的 所以你是因为当时对医院 对你妈妈治疗方面的 这些方面有些不满 你是有抗议所以被抓是吧 对 我觉得网络上发帖子说了些事情 然后后来就是被抓了 就让我删帖子 说是不删的话 他们就说 那些账号不封掉 就让我写了保证书吧 写上保证书就是你 是不要在网上 刷一些关于反对政策 反对党的一些 不逼痛苦和党不利的一些 那些言论 或者文章不让你发了 他们也威胁我 再发的话是比较严重的 但是我就 其实有好几年的话 我只是翻墙看 然后也不敢发 但后来大家都在微信里面发 阿龙 那你们这次同行的逃亡者中 有其他人 因为网络言论被审查 或者是受伤害的经历的人吗 现在就是据海外的中国民主党成员介绍 你们这次逃亡者中 有一些是中国民主党在中国国内的秘密成员 那你是吗 我是 而是因为在国内看不到什么希望 而且我4月15号 做过程 重庆到西安去讲 甚至其他事呢 就是刚一出入空庄呢 就接了电话 因为是陕西警方 他们就找到我的住的地方 但是我 说你不能去北京 7月1号呢 是要有党庆 所以你这种人不能去北京 我男生都特别看他 感觉是被他们盯上了 所以说我近年的积少 其实是从7月2号 买了积少 7月12号 从深圳山湖出发 但是我出发 我出了4次海关 才成功 你们这次出来是 在巴哈马市 乘帆船向美国航行 第一天就在海上出交搁浅 对 你们有5个人是被巴哈马 被警方扣留 还没有自由是吧 对对 有5个人被扣了 但是情况是这样的 是我们当时 海上有很多的 最近的移民船来救我们 很多奶生都拉断 都没有办法 后来我看情势比较危急 就再次求救 就有个小渔船 打了那个求救电话 我们也不知道 来的是海警 刚开始来了一艘船 说在这块拍照录像 他还要等后面的大船过来 我看当时那个船 画得很厉害 然后我就求他们 我说你们能不能 先将苏女儿童 先送上岸 然后他们就同意了 然后就我们现在拉上岸以后 有另外一艘 也是海警的船 比方大一艘船直接过来 那艘船把另外5个人 就把他们扣留了 是吧 对对 我最重要的担心的就是 他们最欠缘回中国 让他们 措予中共中处的压力 或者中国大使命的压力 将监狱里面的5个人 去欠缘回中国 你们出发时候 完全没有想到 出发一天 就在海上搁浅是吧 没有没有想到 我们都不是一个 经济正常的水手 那这条路也是我们自己 扣出来的 他逃过来以后就买了个船 然后我们船长可能 选择了十项的 因为大家会是 新疆的新人 都在同一个时代 选择了第二个新人 而我没办法 说他只要能逃离中国 这是阿龙发在推特账号上的 他自己演奏的音乐 据阿龙介绍 海外的中国民主党 已对他们展开救援 截止本星期三 没有被扣押的十一人中 五人已经在另外一个国家 厄瓜多尔 阿龙呼吁国际社会 继续救援和关注他们 希望能够敦促巴哈马政府 尽快释放被扣押的 五位同行者 以免这五人被巴哈马政府 遣返回中国 好的 这次网络博弈节目 到这就结束了 欢迎大家在网上和社媒上 转发我们的节目链接 我的推特脸书账号都是小安 好的 感谢各位收听 下次节目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